我是沙拉越人,我有话说 我真不明白 爪哇为什么会在2020年 能够越马来西亚 华语科本一幕 兄弟 我也是沙拉越人 不过我告诉你 你讲的爪哇 是在印尼的岛哦 你是讲爪威吗 那个是阿拉伯文 懂吗 你不要一直爪哇 是爪威 这种书法,是不是多此一己 爪哇文 在世界上各地 难道上市公司,百货公司 也需要用到爪哇文吗 爪威文 是阿拉伯文 也是回教的一种语言 跟着马来西亚 是什么 马来西亚就是 马来亚 然后 加 山 沙拉瓦,沙巴 还有新加坡 跟着新加坡 先独立啦 等下我再跟你讲这个 这样呢 马来西亚的国教 是回教 所以 他们 教育爪威文 不是 过牌公司 的问题 OK 早一 的 教学 那是马来亚的问题 不是我们 沙拉瓦人的问题 你要知道 马来亚叫什么 马来亚叫做 马来亚 他们有苏丹 马来亚独立的时候 跟英国争取独立的时候 那个 叫做社会企业的 就是说 马来亚人有特别的 地位特权 OK 那么 我们沙拉瓦也跟他们 毫无关系的 OK 那是在1957年 根据1960年 联合国宣布了全世界的 致命地 OK 释放致命地 不再有致命地 那么 我们沙拉瓦人 就从那时候起 根据那个宣言 我们拥有了决定的权利 我们拥有了 独立的权利 OK 那么 沙拉瓦 从一开始 成立 就是一个 国家 沙拉瓦王国 Kingdom of 沙拉瓦 我们的第一代国王 就是James Brooke 所以 我们 拥有 国家 地位 与主权 在进行这个 去自民 就是从自民地 要独立的过程 为了 成立自己的政府 那么 英国 当年是安排我们 跟马来亚 成立 叫做联合班 就是一个联邦的关系 那个 安排是让我们沙拉瓦成立自己的政府 沙拉瓦人民开始自治管理自己 跟着呢 1969年 沙拉瓦人民才第一次 摆鞋变黑鞋 已经是很多次一级 马来西亚不是我们的 是马来亚的 OK 新加坡推出了 马来亚还存在吗 马来西亚还存在 存在 好 明天后天 沙拉瓦 独立了 甚至沙巴跟 马来亚 马来西亚还存在吗 还存在 跟着沙巴也独立了 马来西亚还存在吗 还是存在 因为 马来西亚就是马来亚 国会 首相 内阁全部本来就是他们的 这个马来西亚联邦政府 OK 如果想知道更多 就来找我们这个招牌 我们进行沙拉瓦人民独立运动 跟着呢 我们进行的是合法的 和平的 通过议会斗争 议会民主 1963年的时候 我们沙拉瓦人民都有反对 那时候是进行五专斗争 OK 那是不合法的 那是意识形态斗争 OK 那不是像我们现在进行着 进行的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宣言 我们的权利去完成这个 当初跟马来亚成立联邦 进行自治 OK 这个过程我们只是去进行这个 未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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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